在封州里有着这么一种生物 它们触摸在潜水区域 它们不仅仅体型娇小 样子还丑不拉鸡的 还可以烤来吃了 是的 没有错 它们就是食人鱼 成群的食人鱼性格凶残 凤凰无比 用其坚持四耳切割猎物 得到剩下唯一的残骸位置 如今 有补杀的宝旗 都会毫不犹豫的选择下水 躲避食肉龙的追捕 却不成想 只是给食人鱼送了一份外卖而已 我们下水补其他的生物时 也会被食人鱼给盯上 在没有大型恐龙之前 还真的不好对付这群家伙了 说不定还会送上了 自己辛苦抓来的宠物 你们有没有想过 塞了这群食人鱼来解解气呢 我们不仅可以用鱼鸟 或者黄虹鸟来进行击杀 还可以试试用这个 现在只需要等待这个 好吧 水的一堆食人鱼没有作用 那就让他们撒 还是这样够解气的 就是别自己踩的炸弹了 食人鱼也是可以驯服的 前提是我们得到 即便学习这个鱼框这个银行 这个鱼框13级就可以学习 制作材料呢 也是需要用到真菌木头 真菌木头可以在 即便和创始剂搞到 有了鱼框之后 我们就可以下水引食人鱼了 诶 等一下 食人鱼呢 不会被我炸光了吧 我们可以将食人鱼 引到特别浅的位置 然后将鱼框放下去 鱼框上面显示灰色字 变成蓝色字就可以回收了 回收后 这个装着鱼框的鱼 就在你的背包里 而腐坏时间呢 是五分钟 不过我们可以将这个 装有鱼的鱼框放到快捷栏里 到水里去游一圈 这个腐坏时间就会刷新 我们可以到水里按 对应了快捷键 这样放出去的鱼 就成了我们自己去应付的了 这里说一下 鱼框不仅可以驯服食人鱼 还可以驯服空几鱼 剑士鬼与塞叶虫 不过呢 野生多少级 驯服后就是多少级 没有额外的等级 驯服的鱼 没有经验值 无法升级加点 如果说食人鱼出现 在我们的大中华 我想他们应该 会是一个不错的食材 这里我们以红烧为例 先将鱼腌制半小时 提前准备好各种配料 点火 然后将配料炒香 加入食人鱼继续翻炒 继续炒 放点生抽 料酒 最后注入灵魂 一道色香味俱全的美食 就此完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